不知不觉,人生已过大半,晚年转瞬间就来到了。 看着窗外,冬季里的小区公园片片黄叶,在空中打着旋不肯落下, 仿佛人生有着许多的不甘心步入晚年。 但是,该来的还是会来,到了今天,必须要反省,自己前半生或好或坏都要反思。 在此基础上,调整好心态,才能安静踏实地走好今后的每一步。 六十岁的人不容易啊,先爱自己才可以有能力爱别人,不要辜负自己。 现在的生活节奏快,生活压力大,对六十岁的人来说,还要跟上社会的节奏去生活, 势必要付出比年轻人更多的精力和体力。 那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,一位著名文学家总结了自己, 以及数千名幸福和晚年凄凉的老人的经验, 告诉大家无惧口诀,希望能给各位帮助。 时间好比一条大河里的水,总是在往前流,流失的水,无法让它逆回。 所以,人生也是如此,过去的时间会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容颜和心态, 也会增加我们的阅历和见识。 我们从孩提时代的懵懂到青年时代的要强, 中年的平和到老年的接纳。 这也是跟果树一样,年年碎碎的成长到瓜熟地落,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发生。 沐昕说过一句话,一个人来到世界上,来做什么? 爱最可爱的人,听最好听的,看好看的,吃最好吃的。 但这还远远不够,这世上,你最爱的,最不可辜负的,就是你自己。 六十的人,放下牵绊,平静过好每一天。 人这一辈子,说长也长,说短也短,但是很多事情是难以预料的。 谁也不知道,今晚睡下,明早还能否想来,今晚脱下的鞋子,明早能否穿上。 钱财都是一个数字,离去的那天,他什么也不是。 想法太多,困惑就会多。 林泽徐说,子孙若如我,留钱做什么? 贤而多才,则损其智。 子孙若如有能力,没有必要留下遗产。 太多的钱,消磨掉他的斗志。 子孙若是无能,也没有必要给他留下太多的钱。 愚钝的人,拥有太多的钱财,会增加他的过失。 下一代,有下一代的福气,儿孙自有儿孙的福报。 不要为了考虑下一代,而让自己的内心有太多的压力。 子女是我们心头上的一块肉,始终让我们牵肠挂肚。 但从现在起,一定不要被儿女的事情捆绑住自己。 60岁的人,自己管好自己的钱袋子,才能安心过好每一天。 60岁了,无论收入高低,无论条件好坏,在有限的收入里挤出一部分。 作为将来的养老储蓄,积少成多,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有个基本保障。 一旦有需要花钱的地方,免得伸手向儿女要钱,也不至于让自己瞧不起自己,还受儿女的数落。 60岁的人,更要有自己的积蓄,伸手向儿女要钱时,降低了人格,也失去了尊严。 钱财多少算个够,不要给钱财当奴隶,也不要提前将钱财散尽。 人走每一步,都不是那么简单。 得到和失去,总是在不同的时期,不同的阶段出现,人生不如意的是十有八九。 有钱过有钱的日子,没有钱,也会有快乐生活的方法,没必要为得不到的事情去苦恼和纠结。 人啊,钱太多了没用,钱没了也不行。 很多老年人都有这种感悟,他们花你的好像是理所应当,你花他们的,他们的钱就是很金贵的样子,也会有一种你没用的感觉。 60岁的人,管理好健康,是晚年生活最重要的保障。 人的健康有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,孤独和自卑是许多老年人遇到的难题,所以心理建设是非常重要。 心态好,开朗是好心态的基础。 凡事想开,不要钻牛角尖,不要每天把自己圈在家里,无所事事,没有寄托。 自己要给自己创造出走出去的机会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脆弱。 衰老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。 这个时候,疾病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坎儿。 好的身体是财富,也是自立的本钱,更是给儿女们最大的支持。 其中,中老年人在退休后,完全可以过上更加精彩的晚年生活。 比如参加公益活动,社区活动,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有困难的人,传播社会正能量。 实现人生价值。 60岁的人,学会抚养自己,就要争取自由,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。 人向前走一步,就少一天。 后面的时光,就要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。 想玩就尽情玩,想吃就去吃。 放下走不通的路,忘记不快乐的事。 这样,才能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,寻找到快乐。 所以,人啊,抚养自己的心灵最重要。 很多人都感叹,步入60号,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快。 这主要还是有个心理暗示的问题。 人到了60岁,回顾过去的时光,是一瞬间的事。 再往后讲,没有多少时间了,就会感到时间过得非常的快。 所以,一辈子很短,一转身就过去了大半辈子。 来日并不方长,别给有限的时间留下遗憾。 心灵自由和行动自由都很重要。 心灵自由是自己通过学习后可以掌控的。 而行动自由,有没有自由,有时还得看家人或是另一半的情况。 后半生很短,要争取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去生活。 别委屈,别将就,要远离你讨厌的人,更要远离不喜欢你的人。 不必自卑,不必低眉。 60岁的人了,老夫老妻了,还要继续相伴,继续相守。 真正的夫妻,不是谁征服了谁,而是谁迁就了谁。 不能因为一方的高兴或不高兴,而失去自己的自由。 没有经济的自由,没有时间的自由。 这种生活是悲哀的,是无助的。 所以要争取一定的自由,才能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。 60岁的人,管理好心情,放下纷争,放下烦恼。 步入60岁的人,感恩自己,无论再难,也已熬到了这一天。 向后的日子,要百般地珍惜。 知足中常乐,一个人的心情,决定生活质量。 心情好,做什么事情都有劲。 心情不好,吃饭如嚼辣,一切都做错了。 生活常常是输给了坏心情。 人在世上,烦恼不断,纷争也是必然。 但要有一颗淡然的心,去应对这些纷争和烦恼。 保持好心情,是非常重要的。 坏心情,则使人活得压抑。 好心情,使人延年益寿。 多脑催人衰老,多病。 多一点笑容,人生就充实一些,也多一些色彩。 有人说,生活就如一杯白开水,放点盐,它是咸的,放点糖,它是甜的。 所以说,生活的质量靠心情去调剂。 好心情,使别人无法夺走的财富。 天天能有好心情相随,那人生才有意义。 生命的流逝无法抗拒。 所以,心情的好坏,只有自己掌控。 努力为自己创造好心情。 这就是管理好自己的情绪。 所以,为了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幸福的晚年生活, 中老年人应该保持良好的心态,开心过好每一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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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